《大佛頂如來,莫恩修正了義,諸菩薩萬行守靈仁經》卷第一 與時柯蘭及諸大眾聞佛是悔身心泰然,念無此來失卻本心,妄應元曾分別影視,今日開悟如失如如,不如慈母,合掌禮佛,願聞如來顯出身心真妄虛實, 現前生滅,以不生滅,義發明勝。 這套靈仁經共成十卷,第一卷已經講完,現在是第二卷開始。 由與時柯蘭開始,這段經文就是十番顯見性之中的第三番顯見性的經文。 我這一段顯見性的經文就是用河水有千變的無常外景,顯出能見河水的見性是無千變, 而是屬於真誠的真誠的深性。 與時柯蘭這兩個字,解釋說,當柯蘭與及大眾聽到佛在前面開示, 不知不知道是有開合,頭是有動搖,頭是有動搖,有開合有動搖,由如客,由如塵一樣。 而能見見之性是無開合,無動搖,由如兇,就聽到佛開示這些道理的時候,就稱為與時。 阿蘭及諷大眾聞佛時悔,阿蘭與及會中的凡夫大眾,這裏及諸大眾指凡夫的大眾。 听到佛的开示训绘 就叫做文佛事会 佛陀在第一卷那里 曾经苛窄 阿兰推穷沉俗 妄想攀原心 说这个不是真心 当时阿兰听文佛 苛窄的时候 非常惊慌 后来又再听文佛开始 叫他仔细观察 这个攀原心 如果离开前面五层落庶的影子 另外有分别的体性 才是你的真心 如果这个分别性离尘无体 那是属于分别前层影子的妄心 但是前层不是常住的 是有变灭的 而当它变灭的时候 这个分别心 亦随着变灭 真正就变成无心 既然是这样 真正变成无心 又用什么来修行 又怎样进入无心发忍 前面佛徒曾经说过这些道理 说明阿兰所执的妄心 是无用 确确实实离尘 无有实体性 他不能依靠为修行正果之恩 故此阿兰与及大众 当时就默然自失 现在又听到佛开示 见性是心 非眼 见性本无动摇 见性亦无开合的道理 已经是得到一些灵悟 因此就叫做问佛示悔 就听到佛前面所说 这么多的道理 在教时疯悔 身心太然 这个太然两个字 就是安泰舒畅的意思 就是很舒服 由于佛陀上面 经过多番多次慈悲开示 内心教导 使得阿兰 不知道 这个四大无我的色身 不是真实 于是他就不起执着 乃是不为 这样就是不为身所障碍 因为对于四大的色身 不起执着 就不为身所障碍 身就得到太然舒畅 又不知道 推穷沉俗 六尘园影 非是心 于是就舍弃 这个六尘园影的妄心 不跟着这个妄心攀源 这种就是不为妄心所障碍 所以心就得到太然舒畅 既然身身都得到太然 内心就清静安乐 内心既然清静安乐 外面的容貌 就柔和喜悦 同与前面默言自失 以及重复悲慮 这个情形 刚刚相反 所以 迷和悟 实在是有天渊之别 念无此来 失却 本心 妄认员 曾分别 影视 从这几句经文之中 就显示出 柯南 以及大众 已经领解到 前面佛陀 多次 否定 这个妄心 无用的真正意义 但他更费恨自己 一向错形妄想为真实的过患 他们能够明白这种道理 证明现在 他们已经得到佛法的利益 念无此来 这个念 所谓最初一念妄动的时候 就叫做似 这一念妄动是什么? 这一念妄动就是无名 自从这个一念无名生起 直至到现在所经过的时间 非常之长远 找不出他似初之相 所以就称为叫做无似 我难自己想到 从无此之时间以来 就叫做念无此来 这个念就是想 想到自己由无此时 而至到现在 失却本心 这个本心 就是本有的清静真心 因为有了这个无名 无名就是烦恼 有了无名 我们整个人 就变成糊涂混账 唯会本有的真心妙性 将网就当为是真 将一个乞衣 就当为自己的父亲 那于是呢 那于是呢 就将本有的真心妙容 遮掌至不能够现前 被这个妄心 障外 就是左脚 虽然不失 亦都等于失 一样 因为妙容不能够现前 所以虽然自己本有 但是因为不能现前的缘故 不是失 亦都等于失 因此就叫做失却本心 这个本心就是本有的清静真心 妄认元曾分别影视 妄就是虚妄 认就是错认 陈就是妄心所攀缘的外景 这个分别是能攀缘的妄心 那说过这个分别 是有粗分别 有细分别 粗分别 就是前的六种色心 细分别 就是第七 末罗色 影视乃是前陈落借的影子 属于法陈 那怎样叫做前陈落借的影子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 好像我们今天曾经去过街 我见到一样东西 是非常美丽 很漂亮的 心很欢喜的 这样呢 你见过之后 你见过之后 你不是经常看着那件事 你回来家 你回来家之后 整天在想 那样东西真是漂亮 那样东西真是漂亮 那你一路想一路想 一路想 想到那件事 越想就越清楚 但是呢 你见这件事 你不是现在见 你是已经见了 已经见了 你就将见那件事 那个影子 放在心里面 回来家之后 整天都是想着 想着那件事 这种呢 就叫做影视 那就由于好似 我跟人聊天 那就见到人 有些人呢 赞叹 你真是好了 听到人家 独立的心 很欢喜 那就有 或者呢 遇到那些 跟自己不对的人 闹过架 被他闹 闹到他心 火焚焚 怒到什么 这样 回到家 一样就是这样 怒 越想越怒 越想越怒 这个是什么 这个境界已经是过去了 但是你回到家 越想越怒 越想越怒 将过去的影子 涉在心里面 来到想 这个又属于影视 所以就叫做前陈的影视 人家赞叹你的说话 已经是过去了 你又在心里面 越想越欢喜 越欢喜 越笑 这个境界已经是过去了 但是你将影子 摄在心里面 来到去圆想 故似这个前陈影视 这个落借的影子 就是属于法尘 这个是属于法尘 这个法尘 就是内心 这个第六意识所圆想 整天想来想去 想东 想西 就是这个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所想的 这个就是法尘 前陈落借的影子 就是属于法尘 是迷失真心 必定就认妄想为心 所以这个分别前陈影视 乃是一切众生所认的妄想心 但是这个前陈影视 就是法尘 分别前陈影视 这个分别 就是属于妄想心 柯南 是认妄想心为真心 柯南这样错认 一切众生 亦都是这样错认 今日如是错认 无此时来 已经亦是如是错认 这个经文 简单解释 就是说 虚妄错认 原想前陈落借影子的分别妄心 当为真心 就叫做妄认原陈分别影视 因此 他以现在的了解 追念到过去自己的糊涂 觉得实在是残体如幼 傲悔的 今天开悟 今天领悟到妄心离尘 无实体 能见的见性 是远离生灭 遥动的妄心妄境 有他自己超然独立的体性 可以作为修行的根本 那这儿 这儿 这儿 薄难虽然说说是开悟 他不过是明白 仍然未能够彻底 是比以前略为了解如意 这里就是说出他 理解到 佛前面开示 见识无动摇 无书简 所得的利益 如 失与 失与 慈母 失与 即是没有了奶食的 小孩子 我们知道 以前 现在那些牛奶就很普遍 不需要吃妈妈的奶 但是旧时候 尤其是古时代 那些人 牛奶是很难找的 没有那么普遍 小孩子出了世 一定要吃妈妈的奶 以前那些 有钱的人 他们不亲手 喂小孩子的奶 就请奶妈 但是他们想买牛奶 是买不到的 如果一个婴儿的小孩子 离开了母亲 失去了母乳的 喂养 在这个时候 他的性命是很危险的 离开妈妈 一个钟 两个钟 就没什么所谓 如果是上得五六个钟 七八个钟的时候 小孩子已经很肚饿了 如果大家一天一夜 这个小孩子 我相信他的性命 是非常危急的 所以这里说 如失与疑 忽与持母 就是说 一个失去母亲的奶 喂养的小孩子 正在性命危急关头的时候 忽然间再逢遇他的母亲 或者他的妈妈 又为了其他的事情 离开了 或者环境上分开了 自己又不能够带到婴儿去 这样 这个婴儿就失去母乳的喂养 然后忽然间 他妈妈再回来 得到母亲之乳喂养 所以忽与持母 忽然间再逢遇他自己的母亲 这个持母 因为一向 我们大家都知道 妈妈是持悲柔和的 而爸爸对子女是严厉一些 所以世间上 我们称父亲 就叫做严父 称母亲就叫做持母 那么这个小孩子忽然间再逢遇他的母亲 得到母乳的喂养 他的生命就得到延续掌养 在不幸之中 仍然算得是僑行 那么这里就是借一个譬喻 讲出自己的幸运 失与之义 就譬如阿难 以及法慧的初心大众 乳就是譬如佛陀的教法 持母就是譬如佛 佛以法化到众生 由于母亲用母乳 喂养婴儿一样 柯南与大众 仍网为真实 因此就流落于生死 在生死之中 在这个时候 非常之危急 这所谓慰命 是将要断 发生是将要忘 等于失去母乳的婴儿 生命是非常危急 一样的事 现在忽于持母 就是譬如慶行今生 得到直御佛 遗说教法 详细开舍 令到大众 不得见性是真相 圆影妄想 非是真心 从此就写忘于真 从此就写忘于真 努力修行 终有除烦恼 成佛道的一日 在这个时候 得到直御佛法 正所谓发生将断 如得到继续 慰命将亡 如得到保存 此乃是最有行之事 等于失语的婴儿 如回自己的母亲 性命也都得到延续一样 现在忽然兴幸到 得到直御佛法 蒙佛开示 又兴幸而生起 感激之心 因此他就合掌礼佛 寇借佛陀 忽慈提携 慰慈法语的心恩 就是合掌礼佛 愿民如来显出 身心真网 驱实 而发明性 这里就是 温难内心 请求佛 再为他们开示 前面释迦世尊 曾经责备 他们以动为身 以动为境 从此寄终 念念生灭 为失真 性颠倒行事 性心失真 认物为己 轮回事中 自取流转 这段经文就是前面 最后 第一卷最后 佛陀扎地 他们这么说 因此现在温难 内心 又愿望佛开示 希望佛指示出 身与身 异者之中 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虚妄 同时什么是生灭法 又什么是不生灭法 现在由闻佛开示 虽然知道四大 是妄心 六层园影 是妄心 妄心 妄心 皆是生灭 见性 是真实 不生灭 但是对这种道理 仍然未曾 得素 彻底 明白 故此 仍然 求佛 将现前 生灭的身心 以及不生灭的见性 一个是生灭 一个是不生灭 生灭的 就是虚妄 不生灭的是真实 这两种道理 请佛再为我们 详细发挥显明 这种 就是我阿南最渴望的事情 阿南内心 是有这种愿望 但是他仍然未曾从口说出 所以这里的请求 是内心的密密请求 未曾在口里表白出来的 是波斯力王 起立白佛 我识未成 诸佛悔斥 见家专言 疲勞之子 咸然此心死后断灭 名为涅槃 我须值佛 今游 狐疑 云何发挥 正知此心 不生灭地 今此大众 诸有留者 行皆愿文 这段经文 就是波斯力王请文 前面第一卷 开始的时候 是讲过 波斯力王 在佛欢喜日 那天 即是七月十五 解下的时候 他为了要挑战 他的父王 故此在那天 刑犯齋菜 供养佛及真众 佛陀在齋供完毕之后 即时就回归精舍 本来就平时 吃完毕之后 就为他们开事说法 但是那天就例外了 一吃完毕之后 匆匆忙忙 就回去奇缓 奇缓精舍 因为要从人室救阿难回来 所以就匆匆忙忙 吃完毕之后 回去奇缓精舍 当时 波斯力王 以及大臣长者 居士等 他们想着 达陀这么快 回去精舍 一定会宣说大法 所以他们也跟着 世尊 一起回到精舍 他们的目的 就是想听这个描法 果然 阿难尊者 从人室归来佛所之后 就发起求 佛开始 这个灵严大法 故事 力波斯力王 既然同在 在这个灵严法会之中 当然 亦听到世尊前面 开始这个见识 不生不烈的道理 因此 就蓄起他往日 未曾殖义佛之前 他曾经侍奉过外道 就是跟着这个外道学习 听闻那些外道的师傅 说死后 一个人死了之后 就断灭 这样就叫做裂盘 现在佛陀说 见识 不生不烈 同外道所说 死后断灭的裂盘 究竟是怎样分别呢 于是心 是有怀疑 不明白 因此在这里 他就请佛 开示 希望能够 令到自己的疑惑 消除 也都借这个机会 吹斜 显正 是波斯力王 起立白佛 我识未成之佛 悔斤 梵雨 即是印度音 叫做波斯力 翻为中国音 叫做月光 因为他同佛一日出生 佛降生的时候 有种种光明 种种长绿之上出现 当时波斯力王的父亲 他以为这种光明 这种长绿的相 是他自己的王子的福报 因此感有光明 所以就为他的儿子 拿一个名叫做月光 又叫做圣军 因为他们的国家 是国富兵强 每次跟外国交锋的时候 都能够战胜归来 因此他的父皇 他的父皇 又将他儿子的名 改造叫做圣军 波斯力王 因为有疑难请问佛 所以就重座起立 向佛品伯 就叫做事 波斯力王 起立白佛 我识未成 知佛悔斥 这里的诸字 我识未成知佛悔斥 这里的诸字 平时我们讲这个诸 就是多的意思 但是现在在这里 这个诸字 我们不可以 当它是多字 因为这里的诸字 是属于助语词 当于字 不能够当为诸多 那么解释 历望说 在我从前 未曾得蒙于佛悔斥 即未遇佛法之前 见到这个 家尊言 疲罗 知子 家尊言 翻为中国音 叫做展法 是他的姓 他的名字 叫做加罗 叩陀 翻为叫做牛领 那是外道 六师的 第五师 当时印度 是在这个印度的教 这个有六师 就是六个首领 是非常之出名的 现在这个 家尊言 是属于外道六师的第五师 那他所说的是什么呢 他说 众生的一切罪福苦乐 都是由于自在天所做的 众生如果做了有杀害生命的事情 如果你是有惭愧心 就会堕地狱 如果你不会起惭愧心 就不堕地狱 所以这种 非常之深厚 这个过患是非常之大的 这个皮罗之子 就回来叫做空城 是他母亲的名字 他自己的名字 叫做三舍爷 三舍爷 当然叫做原圣 也叫做正圣 那是外道六师的第三师 他的主张 就是道 不需要去求的 只要经历过生死劫数 经过多分 多次的劫数 这个苦尽了 这个苦尽 就会尽 自然就得到安乐 他的主张就是这样 这种也是无因无果的外道 那这两种外道 都是以断建为中 邪建计度 古乐之暴 现在无因 后来也都无果 那这种邪建的过患 非常之深厚 正所谓是一瞒 引众瞒 双张日火坑 自己堕地狱 又令到那些徒子徒孙都堕地狱 咸言此生死后断灭 名为涅槃 那这两种外道 都同一样 这么说 咸言 共同 共同都是这么说 此生死后 一切都断绝灭亡 无因无果 无有后世 作善 不得善报 作恶 不得恶报 潑无因果 就是断灭的外道 涅槃 就是凡于 翻为叫做灭道 或者叫做原直 或者称为 或者叫做原直 虽然 有多个明清 都是以不生不灭 为他的主要的意见 凡是人类 有生 必定有死 死后 就是由自己曾经作下的善业 与恶业 而感受到善报 或者恶报 乃是除业受报 因果施毫不错 但是现在这两种外道所说 他说 此生死后断灭 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就叫做涅槃 所以波斯尼王 未曾植遇佛 未曾闻佛法 之前 听他们的教会受这两种邪丝迷惑 所以他现在在这里 心仍然有不明白的地方 因此请问佛 其实所做的一切是有恩有果 有善有善不恶 有恶不 而他这些邪丝就是潑无因果 故似他的邪见过幻 非常之深厚 说到这个恩果的道理 在那个淡虚法师的影尘回忆录里面说 他说一段是属于真实的事情 他说有一个盛情的人 他就死了 他的太太很伤心 整天都希望自己都死了 和他丈夫一起 一天都是不开心 有个人就跟他说 他说你这么伤心 你整天都想说 见到你的丈夫 我知道有个人 是法国人 但是他知道 他就叫鬼 就好像我们以前乡下的 叫做文迷那些人 可以叫鬼上来 他说不如 他说他很靓 不如你叫他请他来 叫他叫你的先生上来 跟你谈谈也好 你这么伤心 当时这个圣情的人 他就听到 他就准备叫了 因为这个人 他的酬金就要一千元 但是这个圣情的 他大把钱 他丈夫是做官的 大把钱他都不志在 给一千元 他叫那个法国人来 来到他家里 那一刻在他的厅里 布置一个坛场 请他作法了 那么这个法国人 到了他作法的时候 他把灯关热了 那他关热了之后 他就念咒作法 于是一直在那里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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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整个小时都没有动静 后来又把灯关开 那些人问他 你又说可以召鬼 为什么你召不出来 他说 很难召啊 这个人 他说我找他 找来找去都找不到 后来找到他在地狱那里 他说我叫在地狱那里叫极 他都不肯出来 那么当时那个程太太听到 生气了 他说你这个人胡说八道 他说我丈夫生前 就是一个大善人 逢是善事都做 见智斋争 含暴施救济穷人 收调保路 做这么多好事 生天啊 都应该要生了 为什么要他剁地狱呢 那么那个法国人 他说我不知道 他说我真的找他不到 这个程太太更加生气 已经是伤心 他丈夫死了 又说他的丈夫落地狱 他更加生气了 于是一时就这么骂他 他说你根本上你就 你又没了的 你都不是的 你乱讲的 你耽误钱的 那说得多的时候 这个法国人 忍不住 因为他自己又没有事实 证明他真真实实是去过 那么后来见到他骂得多 忍不住 他说你们还有没有生死的人呢 他说如果有生死的人 我再召过那个人来 看一下 跟他讲一下 那么那个程太太说 什么人我都不要 我只是要我丈夫 我没有得好说 那后来旁边的人呢 知道这个程太太那个大仔 最近是死了 那么当时这个人呢 就跟他的大心抱说 他说呢 既然照这个老太爷 照不到上来 他说你这个大少爷 不是就接过了身呢 不如你出钱 请个大少爷上来 问一下他的情形 那么当时他这个太太太 想想一下又是哦 他原理很轻啊 丈夫死了 那么他也是很伤心啊 但是他又不敢啊 如果不问他的家妇又怎么敢呢 当时他问这个程太太 好不好感呢 那个程太太说 他说 我不管其他 你做什么 我不理你 那么当时这个媳妇是这样 那么他就去做了 那么这个法国人说 他说如果你肯再做个第二次法呢 他说我减你一半 我收你五百元 那么他们有的事前 没所谓啊 又再给五百元做这个法国人去做法 那么第二次再做法 念一下念一下 没多久呢 果然发生效力了 他那个大三母的丈夫的儿子呢 来了哦 躲在桌子里哭 哭完之后呢 就在那里说话 那么当时那个大三母就问他 他说你是不是某某人啊 他说是 我说你现在在阴家书做什么 他又跟他说 他说 他说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生前呢 是已经是作恶多端了 嫖倒饮荡催 实在是对你不住 他说现在呢 我是刚刚因为生死了 没多久 属于疏散鬼 未曾呢 受拘禁 如果过了几日呢 如果是 点了名之后 我就要受拘禁 就不容易被你召上来了 故知在这个时候呢 我是等着 希望你们能够做功德 重精力到超度 他说 他说 现在呢 我那件衫 哪一件衫 是有一张支票在里 他说 你可以拿了那张支票 去提款 然后呢 做事 当时呢 当时呢 有个人呢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 立刻拿去那件衫 果然在他西章上的袋 那里呢 拿到一张支票出来 那他那个大师傅呢 哭了 好伤心了 那后来哭了 他想一下 哎 那样事情 他说我现在要问你 他说 现在呢 我们呢 是要找 找你的爸爸 找老太爷 但又找他不到 究竟 老太爷去了哪里 你的爸爸去了哪里 那当时呢 他说 他说 现在找 找爸爸呢 他说 现在爸爸下了地 那 那个程太太 生气啊 他说 豈有此理 他说 你爸爸生前 收桥 补路 做那麽多好事 見智齋症 重修佛廟 怎麽他会落地獄 他说 妈妈 你不知道的了 他说 爸爸初初做班的时候 非常 很贫穷 那时候 又刚刚遇到这个山西 遇到这个饥荒 那麽 朝廷呢 就是命令爸爸呢 去震灾 發出六十万的款項 来到去震灾 但是爸爸呢 把那些批款項啊 自己带了 入袋 故事就是当时啊 累到 成千上万的人 都死了 因为失了救济 这批负贼的款呢 自己下了袋 没有拿出来救济这个难民 故事 成千上万人啊 死了 他说他生了那麽多人的性命啊 你说他的罪过大不大 他说后来 虽然朝廷是派人来到去查这件事情 但是因为他用了几万人 洗黑钱 那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不了了之 但是他欠这个成千上万人的性命啊 故事呢 他便要落地獄了 那他妈妈说 他做那麽多功德呢 那怎麽办呢 他说他做那麽多功德 他将来能够生肩享福是将来的事 他现在啊 所欠下那麽多一条的人命 他现在就要还这匹债 因此就落地獄了 所以这些呢 就属于 因果报应 因果 做善 得善报 做恶 得恶报 因果报应呢 就是 思河不爽的 那麽这个 加千元平罗施子 这两个外道呢 所说的是 潑无因果 同佛法所说的道理 刚刚是相违复 因爲这样的情形啊 故事波斯匿王呢 是不明白 因此呢 就向佛请问 我须值佛 我须值佛 深游 无疑 高斯匿王说 我现在 虽然是值余佛陀 听闻 种种的开示 同外道所说的 完全不同 但是 内心呢 仍然 是有所疑惑 那这个 狐疑 这两个字 狐 就是一种野兽 就是那种狐狸 他的性情呢 这种狐狸的性情呢 很多疑的 很多私疑的 那他怎样私疑呢 他冬天 过河的时候 因爲那些河水 就结成冰 在上面那浸河水 就结成冰 那些狐狸 在这个冰上面 走的时候呢 听到冰下面那些水呢 有雨在游 游来游去 听到下面那些雨 游水的声音呢 他心起疑惑了 肯定有人抱下哭 就来捉我的了 所以呢 他不走了 又走回来 那后来 停一下呢 他又过河了 过河呢 又听到那些雨游水的声音 他又惊人捉他 又再走回来 因此 经过三番四次 然后才敢过河的 他的疑心是非常之大 那些古人啊 遇到疑心重的人呢 就用狐狸来评言 就称为他叫狐义 波斯力王本来的身份呢 是大菩萨 仁王护国 各般若经话 过去 释迦牟尼世尊 和波斯力王 大家共同在龙光佛世的时候 行菩萨道 当时释迦世尊 是位居八柱的菩萨 波斯力王呢 但是位居四柱的菩萨 可知到波斯力王那是菩萨在来 示现国王身 光座佛陀 转法轮 弘弘教法 波斯力王深知到 潑无因果的断建过患 极其之大 又知道在座的有陋凡夫 更深有疑惑 因此呢 请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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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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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河發揮,靜知此心,不生熱地》 這裏提波斯力王正式請問,如何發揮,證明,確實了知此心的不生熱,實際你們 如果佛陀詳細為我開示,不單獨我自己解除疑惑 還有,今此大眾諸有漏者,行皆願聞 現今這個發揮大眾,有漏就是指生死凡夫 凡夫滿身凡惱,這個凡惱由如漏斗一樣,有凡惱必定流落於生死的 即是說,在法會上一切的凡夫,生死未了的人天大眾 他們都希望聽聞佛陀的開示 因為這個畢生畢業的根常實際理,是微妙難之路 不僅止波斯力王一個人,願意聽聞,甚至到法會中的大眾,適皆願意聽聞 所以也叫做行皆願聞,佛高大王,與身現在,今伏問語 與此肉身,為同金剛,常住不留,為伏變還 世主,我今此身,終從變滅,佛元大王,與未曾滅,魂何之滅 世主,可此無常,變懷之身,雖未曾滅 而雖然之滅,雖然之滅,壹然之滅,一段經文 這段經文是很長的,一直到故知我身中復滅滅。 這段經文的意思,就是講明父母所生的身,是有遷流變化, 但生滅無常之法,如行客,亦都如微塵,一樣生生滅滅。 本來波子力王,是請問佛開示,雲何發揮正知處心不生滅的道理? 何以佛陀又不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反而問他的身體生滅不停? 似得是達非所問,因為佛陀知道見性是無形相, 必定要借用有形則可見的生滅的身能顯示,然後才可以使得頓真之人容易領悟。 佛高大王,與身現在,這個身是指現在無常的色身。 與身就是指波斯力王,李大王現在這個無常的色身。 佛陀是欲想令到波斯力王,就在自己的無常的色身之中, 不得有不生不滅的見性。故此話,大王,你的欲身現在仍然存在。 我佛陀,我佛再問你,與此欲身,為同金剛,尚著不某,為伏變壞。 這個金剛,就是金極精華,最極堅固。 佛陀問,你現在父母所生的欲身,是與金剛一樣堅固常自不壞。 還是生滅變遷的呢? 佛陀是大智慧的人,他怎會不知道這個欲身是無常變壞的呢? 普通凡夫都知道這個身體不是永遠常自的。 現在這裏佛陀之如故問,就是他的目的,要令到波斯力王, 講出身體的千變不停。 講到傷心之處,佛就指示他於生滅心之中,有不生滅性潮在。 世磚我今此身,終從變滅。 當時溺王大佛,稱呼世磚。 佛問溺王,就稱呼大王。 這樣他們彼此互相尊敬,為眾人的無慣。 所以做人不怕有禮,只怕失禮。 尤其是對長輩,更應該是有禮貌,養成一種添功順厚的態度。 現在波斯力王,據實答覆佛佛,佛世磚。 我現在這個身,屬於無常生滅。 直到最後,畢竟仍然會歸向於壞滅。 佛言大王與你曾滅,云何之滅? 佛又再問波斯力王。 他說大王,你的肉身,現在未曾消滅。 未曾壞。 為何你能夠知道你的身體,最後終會歸於千變壞滅? 世磚。 我此無常,變壞之身,雖未曾滅。 他說這個肉身,最初是沒有,後來由父母所生才有。 雖然是有,不過暫時存在。 因為有生,就有老死,不是永遠常住的。 所以就稱為無常。 這個無有常住的色身,現在雖然未曾消滅。 但是,我觀現前念念天謝,身身不住。 我就是力王慈清。 我已觀察到現前父母所生的肉身。 念念之間,是身塵代謝的。 天變壞滅,無有其息。 所謂身身不住,那是前念滅,後念生。 前念滅,就屬於舊念了。 後一念生,就是新念。 後一念去,就是舊了。 最後一念生,又是新。 如是一念,繼一念,舊念去,新念生。 新念去,又一新念生。 所以,是新後猶身,新生之念。 永遠無有停息。 所以就稱叫做新生不住。 如火成灰漸漸消暈。 暈,就是滅亡的意思。 因此,新生不住的道理。 是漸漸消磨、殞滅。 由於火燒柴。 初時,就變成炭了。 炭之後,就變成灰。 燒成灰,就失去了炭的上茅。 至到炭滅灰冷的時候,火也都沒有了。 也漸漸消暈。 暈亡不適。 暈亡即向滅亡。 那是指消磨、消磨、滅亡的無常相。 這一期生命之中,生裂千謝,無有停止。 就叫漸漸不適。 決之此身,雙重滅盡。 由這樣的道理緣故, 所以決定知道這個無常之身, 別當會歸於消滅盡盡。 佛燃如是。 波斯奈王所說的生裂無常觀, 是極為之合理。 佛認同他所說。 所以說,如是,你說是很合。 這個孔夫主有一次, 見到這個河流的水, 流動不停, 他就說出有兩句說話。 世者如是父,得者就夜。 這個意思就是, 那些水流得這麼快喔。 日、夜,是這麼流, 都不會有停止。 就叫做,世者如是父,得者就夜。 在表面上看, 恐夫子說這個水流動不停, 其實,是指人的生命。 那無常迅速,年年遷流,猶如江河之水,遷流不適。 大王以今生靈,以從衰老,然貌何如童子之時? 佛又再進一步問,大王,以今生靈,以從衰老, 你現在生長的年齡,已經向衰老這方面走, 所謂衰老者,六十就名為衰,七十就名為老, 現在波斯匿王的年齡,雖然未達到極衰極老的地步, 但是已經入了衰老的範圍,故此佛問大王,你已經是接近衰老的年齡了。 現在的容顏相貌,比較幼年,你為童子的時候那種相貌又怎樣呢? 是相同,還是不相同呢? 人人都知道是不相同,是吧? 為何佛會知而顧問呢? 佛會故意這樣問,一定要波斯匿王答, 讓他了知到這個生滅無常的道理, 從生滅無常之中,就知道有不生不熱的見證在。 那麼這種人生衰老的過程,實當然是明白。 現在要用歌斯匿王答,就是令到他講到生滅無常之處, 乃指示他,真常不生不熱的見證,令到他深深歡喜, 知道人死之後,不是斷滅,不是像那些外道那樣說, 人死如得滅,人死了,什麼斷滅了,什麼都沒有,就是要賠,不是這樣的道理。 。 世尊我行如,呼咒潤濁, 那麼方潇清酒,從達福伏族此地問, 世尊我晰遮如,呼咒潤濁,初生,就叫賢 初學漢的,就叫ㄱ指,就是愁, 敷就是皮膚,就是身上皮膚的纹理,即是那些一条条的纹。 波斯匿王说,我往是鞋鱼的时候,身上的皮膚、纹理,都是光杂、滋润、幼势、练滑的。 年至掌成,血气充满,从幼年至少年,少年至壮年,漸漸长大成人,在二三十岁的时候, 尊神是非常饱满,身体非常健康,血气充足,乃是强壮之年。 如今徒令,百于岁无,百就是近的意思。 波斯匿王说,现今我已经不同了,我现在是徒丧衰败的年龄,接近人生老母的阶段。 波斯匿王现年,那是六十二岁,所以说他自己已经是北近衰败之列。 波斯匿王现年,这三句呢,这三句呢,就是解释,衰败的形象。 波斯匿王现年,就是这个面容的颜色。 这个形式呢,当然是干肤潮水,好像我们那样。 不同幼年的时候,这个肌肤,那些纹理是光泽可爱,那这种呢,就是衰。 在身体上的精彩神气,变成深暗迷昧,精神不足。 在这个时候,眼又蒙,耳又浓,头发又白,好像双少一样。 那个面皮就好像鸡皮那样。 手脚又迟钝,行步又隆中。 那这些呢,就是老母之列的情形。 帝章不久啊,帝,就是智的意思。 在这个时期啊,不单独眼蒙以龙发白练舟。 而且还是什么?就是日落西山啊,知道将会不久于人世的时间。 这一天啊,都是说,快要死亡啊,闻到黄黎香的饭啊。 如何见底充成之时啊? 见,就当现字那样解释。 在现在衰老之年啊,又怎样可以和当年, 贴气充满,精神强顺的壮年。 这个时候相比啊,更加不可以与童年的时候相比了。 所以现在的年龄啊,与过去的童年那个时候啊, 真正是天冤之别,团若两人啊。 啊,佛言,大王,与之形容,应不顿留啊。 那波斯丽黄说出自己现在衰老的颜容, 不及当年,撇去充沛精神旺盛的时间。 故事实呢,又再问了啊。 大王啊,你的形容眼霸,应该不是忽然之间, 顿时变成衰老的象征啊。 不会顿时变成衰老的形象啊。 究竟是怎样变,可不可以说出来呢? 黄言,誓尊,变化物宜,我成,不觉,寒暑千流, 暂至于此。 那这里呢,就是波斯丽黄,答佛所问。 这个身体呢,是万万的衰老的, 不是突然之间变成衰老的。 波斯丽黄说,世尊,变化物宜, 变化者,无而忽有, 就称为变,那件事本来是没有的。 现在忽然间有,就称为变。 有,而变为无,就称为化。 从幽连渐渐渐渐,就变为少年。 从少年渐渐渐就是壮年。 于是幽连和少年的容貌, 就已经是改了,就变成为壮年的容貌。 又由壮年变为中年,中年又变为老年。 直到老年的时候,壮年与中年的容貌,又消灭了。 只有老年的容貌存在了, 因此就称为变化。 物宜者,不知,不知道的,就称为它容貌。 不停,没有停止的,就称为它容貌。 波斯利王说,这种生理的变化的程序, 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密密地天变而动的。 我性不觉,性就是实在的意思。 我实在是国策不到的。 若以道理来推算,生理上的变化, 是寒来始往,一年一年千变流动。 正所谓,岁月不饒人,在无声无息之中, 是生辰代謝,渐渐至到现在老的境界。 所以说,寒暑千变,暂至于此。 何以故,我年二十,衰浩年少,颜貌与老,初十岁时,三十之年,游衰二十, 欲今六十,又过于二,观五十时,怨言强壮。 这段经文,就是解释,寒暑千变,暂至于此的道理。 何以故,就是经文,我之所以这样讲,是什么道理呢?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就叫做何以故,我年二十岁年少,老少的比较, 人是容易知道。 但是,在这个年岁月之中密密地添移,人就不容易看得到。 他不知道二十岁的时候,已经比十岁的时候老去了。 但是在年龄三十岁的时候,又比二十岁的时候老了。 四十岁的时候,又比三十岁的时候老了。 直至到现在六十二岁,我回观五十岁的时候,很明显地比现在强壮得多了。 那波斯匿王同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日。 所以当知道波斯匿王六十二岁,佛陀讲这个灵战经的时候, 也都是六十二岁的时候,也都是六十二岁。 六十二岁,也都是六十二岁,也都是六十二岁。 六十二岁是六十二岁的意思。 波斯匿王说,细尊啊,我看到这个身体,密密地迁移改变。 波斯匿王六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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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斯立王在前面說:「我年二十,衰後年少,顏貌以老,初十衰時,三十之年,又衰二十,乃至以十年十年。」 這裏是以十年十年做不同的比較,故此說,期間流逆且恨十年,以每十年每十年做一個比較。 若福令我未誓思為其變,名為一己二己。一己者,那是十二年,十二年稱為一己。 科斯立王前面說:「十年一變,這此不過是粗略地說。」 若果我再復細心思維,若福令我微細思維,前面所說:「十年一變,十年一變,是大略而言。」 若果再令我再微細,來到思維揣搭,觀察,在這個息生中的生業變化。 若果再令我單獨是一己二變,大略來說:「後後的十二年,不及前前的十二年。」 詳細說:「十二年 engine!!uxe細論作。」 叫:「十二年變,十未年變,刑事nor,好。 越有變,而且更加是日日在千變,何夕越化,兼幼日千, 沉思继观,擦罗擦罗,念念之间,不得停住。 说到生命无常,由粗,说到世,若再尋世思维帝实观察,擦罗擦罗,念念之间,都有千点。 公社论说,时间极长,就称为叫做劫波,时间极短,就称为叫做擦罗, 在仁王波也经说,一念之间有九十擦罗,可见这个擦罗是多短促, 在我们一念之间已经有九十个擦罗,一擦罗有九百个生命, 你说那些生命,多微细,多迅速,越微细就越迅速, 所以擦罗仍然在念之中,擦罗生命,就是念念生命, 生命的微细,如果不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是觉察不到的, 我们凡夫粗心浮气,是不知道的, 其实我们现在一路一路已经在迁变着,但是我们那些, 凡夫粗心浮气,眼光浅薄看不到, 如果是大圣人,他看到,一念念是这样迁变, 拆罗拆罗后这样生命, 这里就是说明这个生命,非常之微细,又迅速, 现在波斯力王是菩萨在内,有大智慧, 所以在他的尋思计计之中,他就知道这个悉身的拆罗生命, 是不会有停止的,故知我身忠重变烈, 因为观察到无常的悉身, 这些拆罗的短促时间都不得到停止, 故此就知道我这个肉身, 终归向与天变怀灭, 佛陀引波斯力王聚述这个肉身天变的情形, 他的真正的意思呢, 就是希望力王以及内忠繁殊大众, 共同明白虚妄生命无常的道理, 佛高大王与见变化千改不停, 不知与灭,亦与灭时, 与之身中又不灭惹, 歌中一王合想答佛, 我实不知, 佛言我今次以不生烈性, 大王与怜斐志见行河水, 王言我生三岁, 迟无怜我揭其河天, 经过此流, 与时即知事行河水, 佛言大王如与所说二十之时, 岁于十岁, 乃至六十, 处逆岁时, 连连千变, 一与三岁见此河时, 至连十三其水云河, 王言如三岁时, 远言无语这件经文一路, 都然此身, 死后全灭。 波斯丽昂说, 这个无常生灭的肉身, 终归从于变灭这方面走的, 说到这里, 感触非常之多, 所以内心实在有无限的伤感, 故似这件文, 就是佛开示, 这个生灭身之中, 有不生灭的见证, 令到大王呢, 是不需要内心奉伤感, 在这个生灭身之中, 是有不生灭的见证。 佛告大王, 语见变化, 千改不停, 吾之语裂。 这三句, 就是根据前面波斯丽昂所答, 观察到此身, 又练变, 而越化, 又越化, 而至日天, 乃至到, 时时变, 拆落, 拆落不停, 所以现在, 实高大王, 你见到变化, 迁移, 改逆, 念念之间, 不得停住, 因此, 你就明不知道这个色身, 不竟归于灭尽, 这些是你说的。 但是, 亦于灭尸, 与之身中, 有不灭者, 正当你这个色身, 生灭不停的时候, 你是不是亦都知道其中, 有不生不灭的体性呢? 佛陀, 这样问, 正是欲想发挥, 正知真实, 不生灭尽的道理。 波斯匿王, 合掌白佛, 我实不知。 波斯匿王, 合掌, 向佛品白, 我只知道这个身, 是生灭变化, 天移败坏, 实在是不知道, 现前生灭身中, 有不生灭的体性, 假如知道呢, 就不会接受外道的铁灭, 邪教, 实言我今事与不生灭性, 佛华, 我现在指示你, 现前生灭身中的不生灭性。 前面波斯匿王, 曾经问, 云何发挥, 静之处心, 不生灭的体性。 这个不生灭性, 是常住不变的真心, 不同外道所说, 死后浅灭的邪见。 大王, 雨年, 几时, 见行河水。 佛陀, 是文波斯匿王, 大王, 就是你出生了之后, 你的年龄, 是几多岁的时候, 而第一次见到行河的水呢? 这个行河, 具足叫做瓶骑河。 关为中国人, 叫做福生河。 印度的风俗, 认为无福的人, 入这个河里面, 洗下身, 木下肉, 就能够生福的。 亦都叫做吉祥河。 人行衰运的时候, 如果有, 不如意了, 那就洗下这个河水, 就得到吉祥了。 这是印度的风俗, 也名叫做天堂来。 因为这个河的水源, 是由雪山顶的柯柳搭池流出, 形容它来源极高, 所以就叫做天堂来。 这个河中的沙, 是很小的, 由于粉一样。 这条河呢, 在奇缓精舍的面前。 故此佛说法的时候, 事上都用行河做譬喻。 佛虽然允许指示波斯匿王, 不生灭性。 但是仍然未曾直接说出, 反为问波斯匿王, 几多岁的时候, 见到这个行河之水。 王妍, 我生三岁, 持武攜我, 揭其河天, 经过此流, 与时即之示行河水。 当时波斯匿王, 就说, 我出生之后三岁的时候, 我的母亲就带我去参拜这个奇婆天。 天, 就是参拜的意思。 奇婆天是繁语, 翻为中国因叫做长寿天。 印度当时的人, 他们是有敬奉天神的习惯, 处处都有天神了。 他所塑造的神像, 极之宏伟, 其中以这个长寿天神, 最为当时人的敬奉。 所以就是当时印度社会的风俗, 本土的人, 生下余子之后, 至到这个小孩三四岁的时候, 必定带他们去参拜这个长寿天。 第二, 就是要求神保佑这个小孩, 长寿健康。 我们中国因是长命八岁的。 那么, 波斯匿王, 生在印度, 亦都不例外了。 故此他在三岁的时候, 他的妈妈呢, 就带他去参拜奇婆天。 当他们去天神庙的时候, 经过这条行河的流水, 在那个时候, 一经过这条河, 我就知道它是行河水了。 经过此流雨时即知, 事行河水。 佛言大王, 如雨所说, 二十之时, 須于十岁, 乃至六十, 日月岁时, 念念天变, 则宇三岁, 见此河时, 至年十三渠水云河。 王言, 如三岁时, 远而无义。 乃至于今年六十二, 亦无有义。 佛又再问波斯的王, 他说, 大王, 由于好像你这样说, 二十之时, 衰于十岁, 二十岁时, 已经被十岁的时候衰老了。 乃至于三十岁的时候, 由几二十岁的时候衰老, 直至于六十岁的时候, 由几五十岁的时候衰老。 不但十年十年一变, 乃至于每日, 每月, 每年, 所谓, 年年变, 月月变, 日日变, 时时变, 甚至到年年千变, 这些都是你所谓的。 这些建文显明, 年幼的时候, 年长的时候, 直至年老的时候, 所见的水, 无有变动, 即是无有分别, 引出能见水的见性, 亦都是不变的。 所谓, 即与三岁见此何时, 至年十三, 其水云河呢? 佛藏文, 他说, 那你呀, 你说这个身体时时, 年年变, 月月变, 在你三岁的时候, 见到这个河水, 再隔十年, 到年龄十三岁的时候, 又见到这个河水。 你十三岁的时候, 见到这个河水, 和你三岁的时候, 见到这个河水的情形是怎样呢? 黄言如三岁时, 软言无二。 这个波斯匿黄达, 他说, 我十三岁那时, 见那个河水, 亦都是同三岁的时候, 所见的那个河水, 一样, 软言无二。 完全是无有分别, 完全是一样的。 不但十三岁的时候, 见到的河水一样, 乃至到现在六十二岁的时候, 亦无有二。 我今年六十二岁, 见到这个河水, 亦都是同三岁的时候, 亦是一样的。 亦是一样的。 佛言, 以今次相, 法白念咒, 其念必定咒于同列。 即以今次, 官此行何, 与色同事, 官何之见, 又同无否? 佛呢, 又再问这个波士尼, 他说, 以今次相, 法白念咒, 你现在呢, 自己呢, 非常之伤痛, 你已经头发又白, 年期又打扎了, 其念必定咒于童年, 当然啦, 你今年六十二岁, 你这个面期咒, 当然是比较, 小孩子那时候是吵得多啦, 是吧? 小孩子那时候, 血气充满, 其光欲滑, 现在六十二岁, 形容枯稿, 这个面期, 当然是吵了, 比较, 小孩子那时候是老得多啦, 即与今时, 官此行何, 与色同事, 官何之见, 又同无否? 他说, 但是啊, 你现在六十二岁, 即与今时, 即与现在六十二岁的时候, 官此行何, 见这条行何的见性, 以及旧镇时童子的时候, 见这条行何的见性, 那六十二岁见何的见性, 以及童子的时候, 见何的见性, 有同无否? 那两个时间, 见何的见性, 有无同无呢? 同就是少年, 无就是老年, 这些经文就是佛问波斯匿和, 今日观何之见, 以往日观何之见, 有无青年, 以及老年的分别? 其实眼貌就是有同无, 而能见行何的见性, 无有同无。 但是或者有人说, 为什么不是啊? 小孩子见东西见得多清楚啊? 年纪大的时候, 眼蒙蒙, 见东西不见得清楚, 其实眼蒙呢, 就是肉眼的事, 不是这个见性。 如果你不信, 我就戴起个眼镜, 一样是见得清清楚楚楚。 如果假之间那个见性, 是有孙变有老的话, 你就算戴起个眼镜, 都是见得不清楚, 因为见性老了嘛, 然后呢, 童子又是这个见性, 年老又是这个见性, 见性是没有年轻, 也都没有老。 所以啊, 老就是年纪老, 我们这个生理上的变化老。 或者你戴起个眼镜, 见性一样是这么清楚。 因此啊, 见何的见性, 无论年纪轻, 以及年纪老, 这个见性呢, 是没有老, 没有年, 一样的。 黄言, 得也细尊, 佛问波斯力王, 他说你, 同子的时候, 以及, 这个老年的时候, 见何那个见性, 有没有老年呢? 这个波斯力王说, 得也细尊, 是没有细尊, 一样的。 这个绿帘绿王呢, 以据实达福佛所问, 仍贸是有老友, 但以前观何的见性, 与现今观何的见性, 乃是平等一样, 没有年轻以及年老的分别。 十二, 大王, 与面虽咒, 而此见真, 性未曾咒。 佛陀说, 大王, 你的面虽然是有皱纹, 但是这个见性的本体, 无形无相, 既然无形相, 亦都无生灭, 故此是无有皱纹, 那见性不会皱的, 皱就是我们的面皮皱。 所说, 以此见真, 性未曾皱, 见真, 即是第八色的色真, 我们前面第一卷, 佛陀曾经指示出二种根本, 在二种根本之中的第二种涅槃根本, 在经文里面说, 二者菩提涅槃, 原清静体, 得以根者色真原定, 这个色真, 即是这里的见真, 性, 就是原明之性, 即是色真原明, 那个原明之性, 既然未曾咒, 当然未有千变, 而此见真, 性性未曾咒, 咒者为变, 不咒非变。 新的各部分, 是有咒文, 是有咒文, 是炒奇了, 原清静体, 就名之为变, 见性无形无伤,就不会起皱纹,就是没有变。 变者受灭,予不变者而无生灭, 父母所生的肉身是有变化,故此就有生灭。 见性始终如一,不会起皱纹,不皱,故此就不变。 予不变者这个予议,就指见性,见性原本是无生灭的。